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单元要介绍的是多母体的中位数检定 多母体的中位数检定 它的目的跟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Krusto Wallace的检定目的是一样的 它都是在检定多母体的中位数是不是相同 那么这个跟Krusto Wallace的检定来讲的话 可能是更加的简单 它们的方法用列连表 用中位数作为我们的一个分水岭 把中位数以上跟中位数以下做一个比较 然后利用的是Kristo Wallace的一个方式去处理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介绍 检定的步骤是这样子的 当然第一个先建立虚无假设 这个是多母体的一个标准的写法 全部相等 要不就是不全相等 那么步骤是 先把这个K格母体做一个整体的排序 整体的排序之后 我们把它分成了两部分 这个地方是ETA 这边是小于的部分 一部分是大于的部分 我们分成了两部分之后 然后呢 依照这个数目字 我们把它数出来以后 把它的期望值列出来 再用卡方的方式来处理 统计量就是用卡方分配 这个是期望值 这个是观察值减掉期望值刮虎的平方 那么它是服从自由度是K减1个卡方分配 那么我们用例题来解释会比较清楚 那么我们看看下面的例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说 有ABCD四种品牌的灯泡 那么我们想要比较它的寿命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四种品牌 全部都各选了十个 也就是说 总共选了40颗灯泡 总共有40个 然后按照这样子 我们一起来点着灯泡 看看它的这个灯泡烧掉的时间 我们发现 A是第一个先烧掉了 然后再来B 再来B 再来A 按照这样的顺序 我们点到了最后一个 现在依据这个资料 他们希望说 我们用0.05的显著水准来检定 这四个品牌寿命是不是有所差异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 很简单 可以采用的是中位数检定 那么首先怎么做呢 首先先建立虚无假设H0 这四种品牌的寿命是相同的 这是中位数 我们用中位数来看 中位数是相等 然后再过来对立假设是不全相同 好 那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一个列连表 首先我们这里总共有几个呢 40个 我们把它的中位数的位置先放出来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好 这个分水岭的这边 也就是说 在总共的中位数的左边 这边 跟分为右边 这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分成了两部分 第一个是比 这个中位数要低的 小于ETA的 一个是大于ETA的 这是中位数 总共的中位数 那么我们来看 A有几个 A有123456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要写几个 六个 那这边就是大于的 当然我们不用说了 当然就是四个 再过来我们再看 B呢 B有几个 B我们用蓝色的来做标示 1234567 有七个 那这边就是三个 C有几个 12345 五个 那这边也是五个 一半一半 D D是绿色的 D的话呢 是只有两个 那这边就有几个了呢 八个 总共 我们看一下 D于中位数的 一共有 20个 高于中位数的 有20个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 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 我们来看看 检视一下 有没有问题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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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总共一共有40个 没有问题 下一步要准备 要用的是卡方检定了 所以先把我们的期望值 要写出来 假设中位数都是一样的话 应该是一半一半 所以这边我们预期应该几个 五个 我们用刮胡来写 刮胡 列出来 这当然也是五个 这也是五个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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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下面的话呢 就准备 我们要计算统计量了 统计量是 KiSquare 卡方 第一个 这个跟它的差距 差几 差一 五分之一的平方 加上这个呢 这也差一 这边是差二 所以分母是五 分子是二的平方 那就是五分之四咯 这个当然也是一样 五分之四 这个不用写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这个期望值跟观察值是一样 我们就不要了 都是零 这个的话呢 是差三个 所以是五分之三的平方是九 五分之九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多少 五分之二十八 五点六 五点六到底大不大 差距严不严重呢 当然我们就要查的是 KiSquare的一个表 KiSquare 这个地方 我们的母体有几个 四个母体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查的是 自由度为三的 然后α是零点零五 来我们叫出来 α是零点零五 KiSquare 然后这个是自由度为三 那就是多少 7.81 而我们这个值呢 5.6 距离7.81 还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 既然它不是没有达到了这个7.81的临界值 那么我们结论是什么 我们结论是不拒绝H0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资料显示 我们看不出这四种品牌 它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H0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中位数减定的技巧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中位数的减定 那它的思考是什么呢 假设我们多个母体的中位数都一样 那么观察值混合排序之后 原则上我们预期会有一半 就是在ε的左边 一半是在ε的右边 所以我们原则上 这个KiSquare的值不会太大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想想看 这个地方来说 它的编排的方式会变得比较严重 就差异比较大的话 这个会倾向于变大 如果KiSquare这个值 我们算出来的观察值变大 那么结论就会倾向于怎么样呢 拒绝H0 就会变得比较丰富的方式会变得比较丰富的方式会变得比较丰富